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耶稣说的话吗? 那么你将怎样迎接耶稣的再来呢? 你预备好了吗? 你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耶稣的重归呢? 我想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弟兄姊妹 都愿意一个好的方式来迎接耶稣的再来 但你们是否想过 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真会认识吗? 他口中所说的话你们真能领会吗? 他所做的一切你们真能无条件地接受吗? 每一个看过圣经的人都知道 耶稣再来这一世 而且都在专注地等待着耶稣的再来 你们都在注目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你们的诚心都是可夸耀的 你们的信心实在令人羡慕 但你们是否发现 你们都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耶稣的再来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你们认为是架着白云的方式 但我问你们 白云是指什么说的? 你们众多跟随耶稣的人都在等待耶稣的再来 那么耶稣究竟要降在哪些人中间呢? 若是耶稣先降在你们中间 那对于别人来说 那对于别人来说 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我知道你们对耶稣都很赤诚 都很忠心 但你们见过耶稣的面吗? 你们知道他的性情吗? 你们与他一起生活过吗? 你们对他究竟了解多少呢? 有的人会说 我所说的话都是难为人 他会说 我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了多少遍 我会不了解耶稣吗? 别说他的性情 就是他喜欢穿的衣服 我都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你说我不了解耶稣 那不是小看人吗? 我劝你还是不要争执这些问题 不妨我们静下心来 交通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 你知道什么是实际 什么是理论吗? 其二 你知道什么是观念 什么是真理吗? 其三 你知道什么是想象 什么是实情吗? 有的人否认其不了解耶稣 这一事实 但我说 你们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耶稣 而且可以说 你们对耶稣的任何一句话 都不了解 因为你们任何一个人跟随耶稣 都是因着圣经的记载 都是因着他人的传说 你们并未见过耶稣 更谈不上与耶稣同生活 甚至与耶稣短暂的相处都没有 这样的了解不都是理论吗? 不都是没有实际的吗? 或许有的人曾经看过耶稣的画像 或许有的人亲自参观过耶稣的住居 或许有的人曾抚摸过耶稣穿过的衣服 但你对耶稣的了解仍是理论 不是实际 哪怕亲口尝过耶稣曾经吃过的饭时 不管怎么样你未见过耶稣 不曾与他的肉身相处 那你对耶稣的了解永远是空洞的 没有实际的理论 或许你对我说的话不太感兴趣 那我问你 你最崇拜的作家 在你看过他的许多作品以后 在你未曾与他相处之前 你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吗? 你知道他的性格吗? 你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吗? 你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吗? 一个你所崇拜的人 你尚且不能完全了解 更何况是耶稣基督呢? 你对他的了解充满想象 充满观念 不是真理 不是实情 带着腥臭 而且充满肉体 这样的了解 怎么能有资格迎接耶稣的再来呢? 耶稣是不会接见一个 充满幻想 充满肉体观念的人的 对耶稣不了解的人 怎么配做耶稣的信徒呢? 你们想知道法利赛人 抵挡耶稣的根源吗? 你们想知道法利赛人的实质吗? 他们对弥赛亚充满幻想 而且他们只相信弥赛亚会来 却不追求生命真理 所以他们到今天 还在等待弥赛亚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生命的道 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道 你们说 他们这样的鱼丸 这样的无知 会得到神的赐福吗? 他们能见到弥赛亚吗? 他们抵挡耶稣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做工的方向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口中所说的真理的道 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弥赛亚的缘故 就因为他们并未见过弥赛亚 并未与弥赛亚相处 所以他们都犯了空守弥赛亚的名 却不择手段地抵挡弥赛亚的实质的错误 而这些法利赛人的实质 则是顽固、狂妄、不服从真理 他们信神的原则是 无论你讲的道有多高 无论你的权柄有多高 只要你不叫弥赛亚 那你就不是基督 他们这样的观点 是不是很谬望 是不是太荒唐 我再问你们 你们对耶稣没有丝毫地了解 那么你们是不是极容易重犯 当初法利赛人的错误呢 你会分辨什么是真理的道吗 你真会保证你自己不会抵挡基督吗 你会随从圣灵的做工吗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抵挡基督 那我说你已是在死亡的边缘中生活了 不认识弥赛亚的人 都能做出抵挡耶稣 弃绝耶稣 毁谤耶稣的事来 不了解耶稣的人 都能做出弃绝耶稣 辱骂耶稣的事来 而且更能将耶稣的再来 看成是撒旦的迷惑 更多的人将会给重返肉身的耶稣定罪 你们不感觉害怕吗 你们面临的将是亵渎圣灵 撕毁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唾弃耶稣口中所发表的言语 你们如此的昏沉 又能从耶稣得着什么呢 你们如此执迷不悟 怎么能明白 耶稣驾着白云重返肉身的工作呢 我告诉你们 那些不领受真理 却一味地等待耶稣 驾着白云躲躲降临的人 定归是亵渎圣灵的人 这些人定归是灭亡的种类 你们只想得着从耶稣来的恩典 只想享受天堂的福乐境地 却从来不听从耶稣口中的言语 从来不领受耶稣重返肉身时 所发表的真理 你们拿什么来交换耶稣 耶稣驾着白云重归的事实呢 是你们屡次犯罪 却又口头认罪的诚心吗 你们拿什么来献给 驾着白云重归的耶稣 做祭物呢 是你们高举自己的多年做工的资本吗 你们拿什么来让重归的耶稣 信任你们呢 是你们那不顺服任何真理的 狂妄的本性吗 你们的中心在嘴皮外边 你们的认识在思维观念中间 你们的劳碌是为着天堂的福气 你们的信心又会是如何呢 到如今 你们面对着句句真理 仍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神 不知道什么是基督 你们不知道如何敬畏耶和华 不知道如何进入圣灵的做工之中 你们不知道如何分辨 神自己的做工与人的迷惑 只知道定罪于任何一句 神口中所发表的 不合你意的真理 你的谦卑在哪里 你的顺服在哪里 你的中心在哪里 你寻求真理的态度在哪里 你敬畏神的心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 那些因着神迹而信神的 定归是灭亡的种类 那些因着不能领受重返肉身的 耶稣所说之话的 定归是地狱的子孙 定归是天使长的后裔 定归是永远灭亡的种类 或许有许多人并不在意我所说的话 但我还是要告诉每一位 跟随耶稣的所谓的圣徒 当你们的肉眼 亲自看见耶稣架着白云 从天而降的时候 亦是公义的日头 公开出现的时候 那时或许你的心情激动万分 但你可曾知道 当你看见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 也正是你下到地狱 接受惩罚的时候 那时已是神经营计划 宣告结束的时候 是神赏善罚恶的时候 因为神的审判 已在人未曾看见神迹 只有真理发表的时候结束了 那些接受真理不求神迹 而被洁净的人 归在了神的宝座前 投入了藏物主的怀中 只有那些坚持一个信念 不是驾着白云的耶稣 就是假基督的人 将会受到永久的惩罚 因为他们只相信 会显神迹的耶稣 却不承认发表严厉审判 释放生命真道的耶稣 这样就只好让耶稣 公开驾着白云重归时 来解决他们了 他们太固执 太自信 太狂妄了 这样的败类 怎么能得着耶稣的赏赐呢 耶稣的再来 对于能接受真理的人 是一个极大的拯救 对于不能接受真理的人 就是被定罪的记号 你们当选择自己的路 不要做亵渎圣灵 弃绝真理的事 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 当做顺服圣灵引导 可目寻求真理的人 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 我劝你们 当小心谨慎地走信神的路 不要随意下断案 更不要随随便便 马马虎虎的信神 你们当知道 信神的人最起码具备的 是谦和的心 与敬畏神的心 那些听了真理 以鼻吃枝的人 都是愚昧无知的人 那些听了真理 却随便下断案 或定罪的人 都是狂妄之辈 作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没有资格咒诅定罪别人 你们都应该做 有理智地接受真理的人 或许你听了真理的道 看了生命的言语之后 认为这些话 仅仅有万分之一 合乎你的意思 合乎圣经 那你就在这万分之一的言语中 继续寻求 我还要劝你 做谦和的人 不要太自信 不要太自高 在你仅有的一点 敬畏神的心之中 将获得更大的亮光 你仔细考察 反复揣摩 你就会明白 这一句句言语 到底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生命 或许有的人 没有看几句话 就盲目定罪了 或者说 这无非是一些 圣灵开启罢了 或者说 这是假基督 来迷惑人来了 能说出这样话的人 简直是太无知了 你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智慧 了解得太少了 我劝你 还是重新开始吧 你们不要因着 末世要有假基督出现 而盲目地定罪于 神所发表的言语 不要因着怕受迷惑 而做亵渎圣灵的人 这样岂不太可惜了吗 若你再三考察之后 仍旧认为这些话 不是真理 不是道路 不是神的发表 那你就是最终遭受惩罚之人 就是无福之人 这样的真理 说得这么透亮 说得这么明白 你都接受不了 那你不就是不配 那你不就是不配蒙神拯救的人吗 不就是没有福气 归回到神宝座之前的人吗 好好想想吧 不要草率 不要鲁莽 别把信神的事当作儿戏 应该为自己的归宿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生命着想 不要玩弄自己 这些话你都能接受吗 不好意思 你不太找到 你不太多了 当着你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